你看南韓 刚刚讲日韩都被拉进去了北约峰会 而南韩尹熙悦 现在却也是蛮辛苦 为什么 他立刻飞到乌克兰去 但是他国内正在出状况 就是大雨滂沱暴雨的情况之下 造成了至少20个人 目前有伤亡的状况 国内的状况 灾情蛮严重的 但他还在国外访问 在哪里呢 乌克兰 无预警的跑到乌克兰去了 他在乌克兰告诉大家 现在的乌克兰 让他想起70年前的南韩 所以他愿意继续帮助乌克兰 所以要用46亿的金额来援助 让南韩能够奇迹般的 击退北韩 让乌克兰也有机会 可以击败俄罗斯吗 那么当时提韩战在 是在指美国当年 对于韩战介入的情况 1950年的时候 美国的确一开始是帮助南韩打北韩 结果是中国帮助了北韩 打退了韩美联军 到了美军撤军的时候 南北韩才签下了38度线的协议 一直到今天 而国内的暴雨 因此让国内很多的不满的情绪 正在媒体上报道 那么甚至 因为他跟太太一起去 太太在国外买包的这些消息 也引起了关注 所以军援支持度下滑吗 欧美对于乌克兰抱怨有违词 这个凸显的是北约内部的微妙互动 这是来自于国外的报道 美国的外交高层认为 泽伦斯基在这次北约峰会里面的期间 表现太超过 这个形容词是什么 好像不懂得感谢 或是要礼物清单 让美国跟盟国觉得 基辅至少要表现有所感激的态度 其中英国国防大臣不是就公开说了吗 我们又不是阿玛隆 我们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感激 但无论如何后来这些国家 还是决定一起继续来援助乌克兰 泽伦斯基也表达了一些感谢之意 但是有些媒体 有些西方媒体把南韩 跟以色列南韩来一起比较 因为他们最近的态度 相对的亲美听令行事吗 但是这位以色列总理 却因为从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即将要访中这个消息 被质疑说 是不是跟美国的关系产生了变化 最近他就说 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坛雅虎 突然在湖边度假的时候 也没有防晒也没有什么的 头晕就不舒服中处住院了 他还发影片说自己身体不适 来平息外界揣测说 他最近有一些互动上面 避免了跟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见 比方说18号马上以色列的总统 另外一位第二把手 就要到白宫去访问 为什么他不去呢 拜登说要谈到的是民主 还有尾巴问题 白宫发言人尚皮叶就说 17 7月18号 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会以以色列跟中东问题 为主要讨论的对象 那坦雅虎呢 去年11月胜选连任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白宫接待他 那或者是接下来他已经传出来说 下个月就要访问中国了 会不会因此也是美国现在最忌惮他的原因之一来防堵他呢 那么所谓的贺阻潜在的威胁 美国现在正在派F-16增派到中东去部署吗 美国匿名官员在一个报道里面表示 虽然美军已经在中东部署了A-10这些攻击机 但是要加派F-16 是为了要增加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能见度 有效嚇阻伊朗 因为中东目前看起来是有了一个 像包括伊朗也跟邻国有了和平的戏击的时候 美国却在加派战机 有一些分析说 是不是输了中东外交就派兵呢 甚至拜登刚刚亮哥提到这件消息 就是准备加大扩大晶片的各种限制里头 冲击到的是企业界 现在在不景气底下 这个企业界的冲击太大了 所以有三位CEO将会赴华府去要求改变政策吗 这个准备未来几周 还要再延长某些晶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 输中国大陆的限制令 包括Intel 高通 辉达这是最大的了 三大晶片商执行长要一起出面去游说反对 尽管这些高层不认为能够挡下所有措施 但他们觉得有机会说服拜登你要选举的话 你总要顾及我们的策略政策 不能让我们继续被打压下去 而这个时候白宫也正在接触 中国大陆的官员希望降温 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相关的围堵跟禁令 有所松动呢 两个 这个 这有几个新闻我实在是看不懂 美国派F-16部署中东 人家伊朗跟沙特正在和解当中 你到底派去那边干嘛 除非伊朗要打以色列是不是 伊朗如果要打以色列 你拜登不是该建纳坦亚服才对 对不对 我觉得拜登真的是 被他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所困 那连续沙特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那个哈少奇 那个华盛林有报记者 被他认为是MBS杀的 那就冷淡盾的 冷遇 那现在又轮到纳坦亚服 纳坦亚服他认为他的司法改革 妨碍民主 结果你现在中东搞得一团乱 那你就是留下了这个空隙 中国大陆才有机会介入不是吗 那中国大陆先已经搞定了 那个什叶派跟顺尼派的和解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了 那巴勒斯坦的代表都去过大陆了 你说以色列急不急 他当然想要了解状况 因为未来如果美国跟纳坦亚服 是这种关系 然后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布局 又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以色列怎么办 所以以色列 以色列是跟中国关系也蛮好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都是你美国自己惹的 就是因为你用意识形态在看人家 所以你就对沙奴地阿拉伯的王储 对纳坦亚服有偏见 那你就不愿意跟他来往 这个就是拜登 这里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天兵 那个人叫尹熙悦 这个尹熙悦 他为什么会去乌克兰 因为他觉得岸田去过 输人不输政 媒体效应 国际影响力 尹熙悦真的想加入北约 就他那个一头热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因为日本加入北约 逻辑上还有一点说得上 因为他怕中国 怕俄罗斯 所以就把自己想象成 跟这个中俄地缘上 有受到威胁的一个亚洲 亚洲的国家 韩国谁在威胁你 威胁你的是北韩 如果你真的要处理南北韩的问题 你没有中国跟俄罗斯帮你忙 你真的还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的逻辑真的很奇怪 因为美日同盟现在目前 真的是越来越像跟中俄杠上了 所以站在日本的角度 当然这个对不对 这是战略的判断 可是地人政治是这样在走 没有错 你南韩完全不是 你韩国需要的恐怕是 除了北韩之外 周边的国家都要维持 不错的关系吧 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比你强 都比你强大很多 结果你跑去乌克兰 这真的很奇怪 除非他是完全在呼应 美国的要求 说我没钱你多出一点吧 所以能够让他唱 阿弥陀佛派效应真大 让他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 我觉得他早晚要在韩国内部 遭到在野党 还有其他的社会团体的谴责 因为他已经完全搞错对象了 包括这一次的河处离水 日本的福岛的 我们不要像他是废水或污水 我们就叫河处离水 韩国没有意见 事实上他往北排是第一波 韩国就是第一波 他竟然没有意见你知道 这已经是匪夷所思了 这个中美大陆跟韩国 应该是第一排 你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 两个国家 你竟然没有意见不可思议 我们台湾也许还可以晚一点反应 美国还可以晚一点反应 你韩国跟中国就是第一排 而且这趟北约或到乌克兰 好像都是太太夫人比较出风头 抢尽了美光灯焦点 没有 尹熙悦她夫人是很受欢迎 没有错 因为长得很美丽 是 不过我是在讲韩国的 国家安全战略的思维 坦白讲我已经无法理解了 就是说在外交上 有没有真的得分 有没有真的战略思维上 为自己的国家做好罢外 之前还发生另外一件事 他的侦察机竟然飞到黄岩岛 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黄岩岛是菲律宾 跟你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 他要对美国效忠 所以有一些事情就由我来做 好像有这个味道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南韩在最近一些重要的政策 策略上看起来几乎要变成 美国的前哨战马前竹了吗 在政策上国内也产生了一些疑虑 所以这个总统 感觉他跟电影明星一样 一天到晚抢镜头找舞台 他所言所行 我在陆院我们就修了很多韩战战士 他没事还提一个南韩韩战的战士 这是美国最丢脸的一场战争 而且战争一开始 南韩部队简直在这个战争里面 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被打得 被北韩打得 金城首尔以南 那就是北韩军队就比你强 你还提南韩什么军事 那把美国扯进去更糗了 美国的一个陆战士 差点就被殲灭了 花了这么多高科技 大批的弹药空军 打了五场战争 五场都输 所以你不晓得是在替美国脸上 天光彩还是怎么样 第二个 你跟日本勉强这种戳合 韩国老伯母并不见得买单的了 因为韩国跟日本的这个情节 不是你总统讲一句话就转过来了 第三个你又跑了去 替美国做这个马前竹 乌克兰 乌克兰 人家真是关你什么事 韩国现在经济并不好 又拿一笔钱去捐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总统 他的IQ可能有问题了 对政治 对国际 他就没有拿捏得很好 就感觉喜欢出风头而已 另外你们刚刚对这个A10 跟这个F-16 这个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军官就很羡慕的一个飞机 A10 A10是谁喜欢的 陆军都喜欢的 因为他对地面作战的资源能力很强 但是美国的空军不喜欢 你浪费掉我的飞行员 结果跟你只是陆军做事 所以A10本来很早就要退休了 现在拖拖拉拉到现在 因为A10在中东有用处 是对什么叙利亚 伊拉克这种地面部队作战 他有攻击力量 那现在慢慢慢慢这个就要被F-16来取代了 所以这个事情可见的就是说 美国对中东周边国家的这个威则力 它是要改为提升到F-16 比较海空 陆空两用 所以这个问题 纳泰雅胡是当年川普关系很好 耶路撒冷 拜登跟他讲就不大嘎了 所以刚刚 高雄讲得很清楚 沙特都到中国大陆去了 他能不去吗 所以美沙的关系不会很好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从最近几个国际的会议里头 南韩影席乐的角色 看起来很凸显 包括现在飞到乌克兰去 但国内当然不见得买单 教授 其实影席乐去 当然国内 韩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也蛮多的批评 可是他有一个 对他自己来讲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推销韩国的企业 因为乌克兰战争要结束之后 他会带动庞大的重建商机 所以影席乐讲什么韩战的经验 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 韩国人有重建的经验 战后重建的经验 他自己 他们总统府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影席乐这次去 开启了重建的商机 未来有多少 有66万亿韩元的商机 所以这个大概是他这次主要的诉求 然后他是跟波兰一起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访问 主要 其实刚才两位也都讲了 我也蛮赞成的 就是说美国希望 让韩国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因为韩国的政策是 他不提供武器给在战争中的国家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 他提供非致命性的物资 甚至包括像防弹衣 这样子的这些物资 就是不是用来攻击性的武器 同时他又提供 他又卖给波兰大量的武器 波兰的武器就剥交给乌克兰 然后他就使用来自韩国的武器 所以是这样 所以他也跟波兰一起去争取 乌克兰的重建的商机 所以这是大概 他一方面满足美国 二方面他又向国内宣传说 这个商机 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 韩国非常 韩国一个保守的报纸 东亚日报居然在社论说 请不要滥用人道关怀 把它跟商业机会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社论很有意思 因为影旗月就是保守派的 结果没想到保守派的报纸居然